所里面的广告系统 这套系统主要是播放厂商的广告影片 请问厂商所投的广告内容 若与杀盗盈望有关 例如麦当劳广告 这个荤石汉堡 其所杀的基于牛猪的命债 是否我也有分 你替他宣传当然有分 他是主犯你是从犯 他有罪你有过 这个是没有法子避免的 下面一个问题 他请问老法子 可否在网上提供一个流通你讲经法宝的 标准目录 让真正发心印尊的同修有所依据 这个很好 这个建议也很好 可行 你比如像这个 我们跟陈大会讲的这个 这就不适合流通 为什么内容我也没看过 它里头架杂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是不是游方杀风化都很难讲 没看过 那就这就不能够 总的我看过之后流通 比较上好一点 下面一个问题 上个世纪末 新疆发生了一场特大的火灾 烧死了一千多个小学生 按照三十英国论 这一千个小学生 都是前世做卧业 经世 共同来收报 怎么这么巧呢 这个事情 佛经上有 释迦族 这是释迦摩尼佛的族人 他的乡亲眷属 换一句话 都是他的同胞 在一场战争当中 流利王把他们全部消灭了 以后 由弟子们向佛请教 这是什么因果 佛就说明了 流利王 在前世人 他们是鱼塘里面的 这一个池塘里的鱼 释迦族在那个时候呢 是打鱼的人 捕鱼的人 有一次 他们用的方法 把这个池塘水通通放光 把这个鱼去一网打尽 这个因缘 这一生当中 也被他们灭进 你所问的问题 跟这个因果 相类似 没有一桩事情 不是没有前因的 现在这个世界 这个人真的是 一群一群的走 早年我在台湾的时候 大概总是三十年前 台南有个老法师 叫开心法师 他有一点特异功能 他曾经给我讲过 就是将来 那就是将来现在 这个世界很乱 人是一堆一堆的死 不是几个几个 是一大堆一大堆的 那我们现在看人噪音 看得很可怕 你看最近我们看到瘟疫 这个鸡温 发现了鸡温 死了几百只 就把这几十万只的鸡 全部杀掉 这不是解决问题 这是制造问题 牛温也是 几十万头牛 全部杀掉 鸳温相报是这么来的 可是现在人 他不相信硬果报应 他认为这个杀掉了 就没事了 这个瘟疫就会化解 就会不害害人了 殊不知越杀越多 杀不尽 不杀就没有了 我们就在这个菜园里面的实验 都看到这个事实真相 今天早晨 马来西亚的 丹斯里李金尤 父亲两个来看我 他大概是在十年前 在古今 开了一批农场 仲裁 他学佛了 我们教他 决定不要用化肥 决定不可以用农药 他听了 相信了 种了一大片这个菜园 规模很大 这一年当中是 那个虫啊 把他吃掉了 只剩下 百分之五 百分之九十五 被虫吃掉了 他很有耐心 再种 再继续种 这个第二年种的时候 这个虫大概是 吃掉他 三分之二 给他留三分之一 不错了 没有用农药 没有用化肥 到第三年呢 这个虫 很慈悲 虫吃三分之一 给他留三分之二 以后这个 年年增加 我去参观的时候 是第六年 第六年 他这个虫吃他的时候 大概只吃 百分之五 给他留 百分之九十五 非常满意啊 不能做对啊 你要是杀他 越杀越多 永远杀不尽啊 那个可就麻烦了 而且说 那个农药的时候 这些小虫说 你常常去杀他 他也增长抵抗力了 所以农药的时候 越来越土 到最后 最后人吃的时候 都种了 所以这不是解决的办法 佛法解决的时候 真的是用大慈大悲 那么我们在澳洲 自己也种菜 我们跟那些小虫 都把它画风好 种菜的时候 留一个区域 告诉这个小虫 那个地方你们可以吃 其他的不可以吃 我们种了很多古墓树 我们跟鸟有约定 有几棵树 专门供养鸟的 其他的树的时候 鸟不要吃 鸟 小虫比人好 它遵守又定 狠守规矩 不像人 比人好教 所以我们都很感恩 这些虫 小兽 小鸟 鸟兽 都看看 它不伤害我们 这些东西 下面一个问题 在了凡私信当中 讲到佛法认为 宇宙一切不为因果律 人的命运是因果 但是人有改命的能力 通过努力可以改变命运 那么改命的能力 是否属于因果 如果不是因果 就是违反因果律 如果是因果 那么命力注定的 改造命运的能力是注定的 即使命能够被改 也是注定的 请问还有改造命运的意义吗 这个问题我不回答你 希望你把了凡私信 多念几遍 你要愿意学它 你会改造你自己命运 为什么呢 命运是你自己造的 不是别人造的 别人造的 你就改不了 命运是你自己 前世善卧业注定的 没有人造的 用满意义的 并定的 就是什么